好无聊提供花莲南区代业 转职民众能够跟企业主面对面沟通交流 促进劳固双方媒合 劳动部预理就业中心举办了现场征裁的活动 总共有15家的厂商提供107名的职缺 主办单位统计 整场活动吸引了96人次来参加 递送履历有74人次 初步媒合大约有六成 为了提供花莲南区代业 转职民众能够跟企业主面对面沟通来交流 促进劳固双方媒合 劳动部预理就业中心举办现场征裁活动 总共有15家厂商提供107名的职缺 主办单位统计 整场活动吸引了96人参加 递送履历有74人次 初步媒合大约有六成 这个占大中的是旅游服务业 跟这个银上工程类了 这个机会非常难免 希望各位乡亲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活动由一里就业中心主任高军平揭开序幕 强调随着疫情趋缓 景气复生 特别在农历年前举办献财的征裁活动 提供了媒合平台 让厂商以及求职民众 能够面对面沟通面试 希望老户双方都能够人尽其财 是财是所 那今年因为疫情没影响 比如说我们才会延迟到12月份来办 那厂商也报名了十分有月 那目前有39家厂商提供了174个职缺 主办单位表示 真材活动释出的职缺十分多元 各行业释出多达了30种职务可供选择 以观光、礼宿、迎接工程、医疗、保健 以及社会工作服务等行业占最大宗 民众如果在征裁活动当中 没能找到合适工作 也不用气馁 欢迎透过预约专线038882033 预约固定专人 以及一案到底的客制化优质服务 职者高双双预理阵采放暴动